这个瞬间是你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挫折 或者是很大的一个必须要去越过去的事情 这个十年的话其实就是比如说 像其实在和尘播完的时期 到今天《亲爱的热爱的》播出的中间这段时间 是我其实是到了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山峰的峰顶了之后 开始一路往下掉的时间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 因为从那个时候我就专注拍戏嘛 那其实你如果把所有时间都专注在拍戏上 就会丢掉很多的曝光和数据和所有大家的关注度 那其实当你站在一个山峰上 看过某一些风景和事情了之后 你之后走的路全是下坡路的时候 这种感触性的东西非常强烈 不独求外 没有没有 那种那种走下坡路的感觉 不是下坡路 我不自己不觉得在走下坡路 我是觉得我在专心的在我的拍戏 我在沉浸在角色上 但是外界的影响 外界对于你的认知很单纯的就是觉得 你的关注度被下降了 所以但那段时间你是要挺过来就好了 怎么过来就不是